在目标侦查考核中 队员要隐蔽渗透到预定地域 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目标的数量 性质 距离等数据进行上传 战斗体能考核中 参考人员要在不少于20公里的路线上 负重15公斤 完成武装奔袭 掩体构筑 实弹射击等科目 连贯的考核不仅快速消耗了战术的技能 对他们的战术技能以及设施经典度也是考验 用实战化条件下的多科目连贯考核 代替以往单科目检验的方式进行连贯实施 并不断强化极限联敏要求 切实让我们受检对象在这种高强度的考核中 真正接受淬炼 在装甲驾驶考核中 车组还要根据指令完成人员受伤 轮胎损坏 无人机侦查等特勤的处置 我们不仅要完成各个科目的考核 还要根据考核指令完成多个特勤的处置 在这种模式下 对我们的单兵技能还是车组的默契配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受海上风向浪涌起伏等因素影响 车组刚刚通过海上复杂道路考核 一辆战车就被判定水上推进器损坏 失去机动能力 官兵立即展开救援 将装甲车成功牵引上岸 我们改变传统单科目训单科目考的模式 按照陆海结合 转场实施的方式展开多要素连贯考核 不断推动部队战斗力迈向新的台阶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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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